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动作游戏,三国之二代的张飞加强版 今天是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攻略最后两个关卡 那没看过之前两期视频的小伙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个版本的张飞呢,可以无限的梅花大作 并且呢,他的下跳增加了攻击的距离 下上拳呢,增加了攻击力和攻击距离 AB呢,可以配合方向键进行移动攻击 但是原地的AB就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另外呢,敌方也有加强 一般的小兵血量都是翻倍了 血量少的呢,增加了几倍不止 所以说打起来,虽然咱们的攻击力比较高 但是流程也相对比较长了 这个下上A呢,我不太爱用 因为他的攻击距离变长了 那么他攻击敌人三下之后 敌人会倒地 如果你的距离没有掌握好的话 只打到对方两拳 那对方是不倒地的 很容易 招式结束之后被对方反击 尤其是人多的时候 所以说游戏招式性能的变化 往往需要玩家来进行适应 捡了一把青龙刀 这个青龙刀的攻击力 被削弱了 其实呢,还是不变 但是敌方的血量加倍了呀 所以说现在砍两刀相当于原来的一刀 本来他的攻击力就不高 不过呢,他也是有辅助作用的 面对比较多的敌人 咱们不好下手抓的时候 可以先用青龙刀 把一部分敌人砍倒 然后再走位,抓人 这个不会炸到我吧 使用梅花大作的时候呢 不是全程无敌的 也是有几率被敌方的招式打断 尤其是做完了弹起来那一下 非常危险 所以说什么时候松手 要好好考虑一下 做出了一个压腿 这是什么原理啊 有小伙伴问我 说张飞的梅花大作 为什么攻击力这么高啊 是把草蹄剑藏在屁股里了吗 但其实坐着一下呢 攻击力要弱于草蹄剑 它大概是一格血的80% 草蹄剑呢 是一格血留一丝 就是一格满血的敌人 你竟然是砍不死 这个还是略有区别 一个是八个 一个是九九个 在这里我就没松手啊 因为后面有个小兵 想要拿枪捅我 联想到我当时攻的攻击姿势啊 这一下让他捅了不花算 摔一下接一个坐 这一套下来大概是一格血 基本上吧 正好是一格 本关的流程是真的长 再加上敌方的血量多 所以说打起来 哦给了我一下 刀呢没碎 但他又不是草蹄剑 碎不碎的影响不大 你就是圣剑又能怎样 攻击力相对来说也不高了 这样就抓了两个人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样抓呀 这样抓的话容易引起bug 之前在长满坡的时候 就遇到过一个 有个小兵呢 短暂的无敌了 我拿他没有办法 用拳头也打不中 抓也抓不到 他呢能打到我 毕竟是改版 有的时候引起一些bug呢 也可以理解吧 这一套小猎胥剑 其实呢 你可以先把他抱起来 A两下 但是那样容易脱手 还是赵氏兄弟扛坐呀 血量比较多 那么他们带到门这个位置 弹倒一个 然后坐另外一个 我们也没做出来呀 看看这个吧 这个也没出东西 还差一点血 我血量计算失误啊 来了一个小作 这个烤乳猪留着 哎 我想前面接一小招啊 被打断了 这个很危险 赵氏兄弟五个 各种颜色的 各种款式都有 现在屁股底下是赵雄 哎 不小心抓到了另外一个 这就比较恶心了 找个机会松手啊 好像后抓起来 那个挂掉了 往人少的地方搞 或者呢 是把他们都做倒 因为五个一起来 你想一下 不能五个一起做呀 对 因为咱们的屁股只有一个 好的 这个血看来是够了 马又搞出一盘咸鱼 咱们分数太高了吧 这 157万 我记得很清楚 小的时候有一次 我特意记了分数 打到张辽的时候 80多万 这版本是不是因为 敌人血量多呀 没搞出这么多分 已经160了 AB就是刚才这样 不掉血 有小伙伴可能会想 这好啊 那就一直AB吧 但是AB的攻击力啊 太低了 敌方的血量又比较高 如果全程AB的话 没能打完 时间就到了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当作解围的手段 但是不能用来输出 把晕锤 这还有血 飞观的后半段血量给的比较多 前半段不行 我的天 我感觉我输出已经够快的了 到这已经开始堵秒了 那好在BOSS出现之后呢 这个秒又会到99 把这个隐藏的武器打出来 先把他 马上弄下来 先让他下马呀 对吧 有马的不成 你们下马留念一期啊 好 徐晃说 有点晕 这关打了9分钟 最后一关了 滑融道 防盗的流程就比较短了 看一下吕布做几下能挂吧 这里这把草屁呢 我要留着呀 点起来 攻击力真的是比较可观 看一下一格血 像这种两格满格的呢 你就需要砍三下 这把剑能拿到下水之前 下水那段其实挺难打 三个赵氏兄弟 然后呢 咱们的歪轴可移动范围又很窄 不好弄 我感觉通关之前能干到200万分啊 通关之后呢 还要加八九十万 所以说 有希望到300万分 奖命呢 好像就30万给了一个 这个在后台的BIOS里是可以调的 那现在自己会用这个了 才发现当年接一听的老板多黑啊 几乎就给你一次假命的机会 不多给你 而且有的过分 出门只有一条命 吃亏了呀 我好像又抓了两个 把敌人清理到屏幕的一侧 然后在屏幕的角落里堵他们 这个好像很多当年的小伙伴 都用这个套路啊 是鼓武功出墙角嘛 干掉一个了 这样就简单一些了 开上拳 伤害吃的足还行 好 打到他两拳没有倒地 给了我一拳 也是三拳 总量还是对的 清完了 给了把乙天 乙天的攻击力啊 真是不够看了 哎 这些小兵好在他们的血量没有增加呀 他们如果每个都一格血的话就难搞 因为数量太多了 可能有接近20 好像不止20个 又出了一盘 时间还比较多 还有三分多种 这个时间是充裕的 但是打吕布如果原版的话 我感觉有点紧张 因为吕布的血太多了 然后有的时候手欠呢 我还要清一下三美 哎 抓吕布啊 被三美踢了 这里又脱手了 你让三美离我远一点 女人只会影响我屁股旋转的速度 好 抓住吕布了 二 三 四 大家数一下多少下吧 三美都进来了 那好吧 大家一起坐吧 五个人 好的 后面是曹操 哎呀 一想曹操我就觉得他惨啊 都不敢想 看一下曹操的血量 有没有三倍吧 三倍的话 还真得坐他 好像三倍了 好长啊 你看在下面 两格 两格也就是三下 这样呢 就通关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 三国之二代 张飞加强版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